欢迎收听老那要还俗 作者一梦黄梁 播讲 欢迎空 第594章 开锅 当着太多人的面啊 方正自然不好下手 但是现在嘛 太阳西斜 随着最后一缕阳光 也是没入了地平线 整个世界再次陷入了黑暗当中 星星点点的灯光亮起 却照不破黑夜 一排豪车停在江边的酒楼边上 白文水高兴的 带着大鬼小鬼 还有鬼头黑智等人 来到了包厢里 这次大光和另外一个家伙也到了 不过两个人一冒头啊 就被一顿嘲笑 众人落座 纷纷举杯敬白文水 白哥 厉害 你这一招太厉害了 白文水挥挥手道 哎 别高兴的太早了 这一招只能抽空泳泳 不能天天用 如果天天用的话 容易引起别人的警觉 啊 不能天天用啊 黑智男子有些可惜的说道 别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 不可能天天有孩子落水 但是游泳的人溺水 可就不管我们的事了 白文水笑眯眯的说道 众人一听 恍然大握 纷纷给大鬼小鬼敬酒 大鬼小鬼 从小到大都活在白眼或者是同情里 今天突然被人如此尊敬 夜时间 自尊心 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自然是高兴无比 也不管自己还小 端起了酒杯 学着电视里的样子 跟人就碰杯 啤酒咕嘟嘟的就灌入了肚子里 只觉得热乎乎的 胀胀的 脑子也跟着胀胀的 晕乎乎的 眼中全是笑容 裂开嘴笑道 谢谢诸位大哥 我们以后就跟着大哥混了 好样的 来 有哥一顿酒 就有你们一顿肉 放心了 白文水拍拍两人 然后继续说道 以后穿插着来啊 有自己死的 咱们捞着 没人捞的 就拉两个下水 过几天再装个溺水 总之 以后咱们有的忙了 众人一听啊 眼睛都亮了 还有什么比这来险更快的吗 众人正高兴着呢 小鬼要去厕所 白文水看到他 东倒西歪的不放心 让鬼头陪着他 鬼头带着小鬼出去了 两个人一到门口 一开门 啊 啊 鬼头惊叫了一声 差点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哎 怎么了 众人齐声问道 转头看来 结果门口空荡荡的 什么也没有啊 鬼头揉着眼睛道 啊 啊 我好像 可我好像看到 看到林志仙了 此话也出 白文水等人同时感到了一阵冷风吹过 全身冷嗖嗖的 如今正是热的时候 风都是热的 怎么会有冷风呢 或许是空调吧 众人心中就这么安慰自己 大光骂道 起来 别瞎说 小鬼 你看到了吗 小鬼摇头 鬼头摸摸头 嘀咕道 看来 是我喝多了 幻觉了 鬼头知道自己丢脸了 赶紧拉着小鬼就出去了 快点去 鬼头站在厕所外面喊道 小鬼点了点头 进了厕所 解开裤子 尿刚要出来 小鬼忽然发现厕所里好像有什么东西 往坐便气的水里看去 里面有一团黑乎乎的 仔细看 好像是黑色的毛线球 可是厕所里怎么会有毛线球呢 正当小鬼头要看清楚的时候 毛线球突然转了过来 露出了一张人脸 对着他笑着 笑的是无比凄凉 啊 小鬼扯着嗓子就要叫起来 这人他认识啊 这是他今天拉下水淹死的大学生啊 听到小鬼喊 鬼头立刻打开门 小鬼一转身 本就尿在枪口不得不发了 那这一下一惊一激动之下 直接就刺到了鬼头一身 哎呀 鬼头刚要开吗 只见坐便气里飞出了个脑袋 啊 啊 鬼头和小鬼吓得灰都快出来了 什么都不管了 撒腿就跑 急缘的就跑回了包间 哎 你们两个干什么呢 白文水训斥道 两个人看着眼前明亮的灯光 以及一众熟人 紧张和恐惧 这才慢慢平复下来 小鬼指着外面 颤颤巍巍巍的说道 啊 鬼 我看到鬼了 今天淹死的那个人来找我了 啊 好害怕呀 小孩子终究是个孩子 吓得是哇哇大哭 大鬼赶紧哄着他呀 鬼头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白文水一直觉得呀 浑身冷嗖嗖的 空调都关了 但是依然冷 总觉得背后有人在看他 可是每次回头呢 除了一堵墙 其余的 什么都没有啊 被小鬼和鬼头这么一闹 心里更加发毛了 白哥 刚刚上厕所 厕所里飞出了人头 就是 就是今天的大学生的 鬼头说道 你确定 白文水问 鬼头点头 不可能啊 咱们在水上混了这么多年 也没见过鬼呀 真有鬼 咱们还能活得这么自在吗 大光不以为然的说道 可是 鬼头想说什么 白文水站了起来 走 去看看 白文水绝对不允许 有鬼的事情继续下去了 今天不弄清楚 鬼头也就算了 小鬼若是怕了 那必然影响后面的计划 所以呢 白文水直接带人冲到了厕所 里里外外找了一圈 也没有看到鬼头说的鬼呀 白文水拍着小鬼的头说道 你看 根本就没有鬼 小鬼跟着点头 也松了口气 众人再次回到包厢里 众人忍不住调侃鬼头和小鬼胆小 这个时候 白文水的弟弟 拿出了一个大大的铁锅进来了 放下之后笑道 尝尝心菜啊 铁锅烤大鹅 味道相当的赞了 白文水笑道 赞 真赞 赶紧开锅吧 好嘞 白文水弟弟大笑一声 就开始开开开 开始有鬼畜了 开始掀开铁锅 众人都看向了铁锅内部 随后集体变了脸色 啊 众人齐声惊呼 白文水的脸色也瞬间一片惨白 大鬼小鬼直接吓得瘫软在地上 只见铁锅里赫然处着一个人头 在众人看向人头的时候 人头自己翻了过来 对他们笑道 吃死人钱不如吃死人呢 来呀来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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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人根本就忘记说话了 只剩下惊恐的叫声 黑智男子带头就往外冲去 拉开房门就要跑 砰了一声 一声闷响 黑智男子撞在了一个人身上 怒骂道 谁 谁 啊 鬼啊 只见门口站着一个人 但是他没有头 鲜血从脖子上往下流 大光推开后门想要跑 结果后门一开 一个人站在门口 赫然是林智仙 林智仙全身发白 浮肿 对他们猙獰的笑着 去哪儿啊 啊 本集播讲完毕